大家好,我在2018的南投沙雕 然後這是入口處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 就是積極的隧道 能動幾多的 都到一個不能呼吸的 來來來,來這邊的話 第一區一定要看南投的景點 這樣子 然後從這邊開始一直到 南投縣長 然後開著南投號汽車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做得還蠻栩栩如生的 像這個就是 鳳梨戰士嗎? 民間五寶,鳳梨,薑跟 呃...茶嗎? 看不吃很懂 好,沒關係,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 像這個就還蠻明顯的 就是那個 裝飄的龍鳳瀑布 看龍的那個鳳的部分 看 人氣很高 然後後面是寶島時代秀 然後今年寶島時代秀 我們也關了 有點可惜 呃... 真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值得看 是這個 就是 猴炭景的 沙雕 因為它真的釣得非常的好 帶大家來一看 然後雖然人很多 怎樣 它連猴子在探水都有啊 做出來 做得非常美 上面你看還有天空之橋的部分 人真的非常多 就故意跟大家介紹了 大家詳細的話請看 吉吉斯洛里的部落格喔 掰掰